你能想象满载着粮食兵器 回到行阳的韩信 一上来就被缴了佩剑吗 韩信交出了佩剑 接着夏侯英就让所有人马在城外 这是独属于韩信一员的修罗场 刚刚进城 流氓的发脚如晚 强冲对裂 拔出剑就要砍了韩信 一直在鹏城 跟随韩信左右的曹三 这时候反倒替韩信解释了起来 这话反而让卢婉更为生气 他质问着曹三 你们还是沛县的老兄弟吗 怎么还被一个外人说话 你别忘了你这个大将军 那是汉王给的 这话无疑啊 是激化了曹三跟卢婉的矛盾 一时间 这两位佩縣出身的老武将 竟然拔剑对质起来 而他们耳旁只听得一声呵斥 住手 毫无疑问 韩信不知不觉 在军中的威望 隐隐有了超越刘邦的意味 不仅曹三 周伯等人为其所用 这一句话 更是控制住了场面 而远处萧大人 也适时走出来 毕竟再不走 还没处理韩信 卢婉和曹三 就得死一个 夏侯英关门的那一刻 宛如一切 陷入了漆黑无间当中 点外 从萧河到张良 文臣武将 接等待着一个结果 韩信 是生 是死 点中 刘邦的眼眸凝望着 缓步上前的韩信 似乎想要看破 眼前这个 已经名震天下的大将军 韩信也不含糊 那头便败 刘邦的目光 不屑一顾 嘴上颇为不客气的 占据了主动权 请罪 你有什么罪业 韩信这会儿 也是哑巴吃馄饨 心里有数 知道刘邦 他想要的是什么 大王行事紧急 三次召见韩信 韩信迟迟不动身 因此向大王 请罪 刘邦的面上不动神色 居高临下的 对韩信抛出了问题 你是故意不来对吗 是 接着 韩信就说出了 他的想法 他认为 鹏城回救 无疑是送死 比起回救 更重要的是保存实力 佩健集团 最后的有生力量 这可是我们的家底啊 刘邦面色稍微柔和 先不说鹏城 我问你 给你的心 收到没有 文言 韩信 是赶紧汇报起了 这三个月的收获 说他在随水 收拢兵马 训练士族 跟范增形成对峙态势 我知道大王着急 我更着急 我们现在是 兵马 诊训完备 粮草充沛 我就及时的赶到大王面前 就是想见到大王 叫心里话讲给你听 讲完了 讲完了 韩信这话 可谓是精妙 此番 是把自己刚刚训练的 新兵士族 全部送给了刘邦 表明自己 根本没有造反的心思 而刘邦 也有了他的动作 他拿起剑 走向了韩信 是生是死 需要等到大殿门开的那一刻 方才知晓 当大门徐徐拉开 殿外等候的众人 就看到刘邦 亲密的跟韩信走在一起 一口一个 别着急走 这一路上累坏了吧 这一出 君臣如水的样子 无疑让众人 都送了一口气 而刘邦 则是当着 各方公勋集团的面 把自己的配件 交给韩信 更是嘱咐 有了他 就如同我在你身边 这一举动 无疑是向 沛县老军工集团 宣告了韩信 军权的领导性 沛县集团 在行阳上演 君臣于水 横城的项羽 还在桥边中 对于刘邦的动作 西楚霸王项羽 做出了高度客观 且充满主观色彩的电瓶 刘邦真的是 一点掌尽都没有 一旁看着的范增 沉默不语 心说 你别光着屁股拉墨 转着圈丢人了 整得好像 你有掌机一样 不过 范增到了嘴边 还是劝起向羽 这话 就是告诉向羽 千万别轻视刘邦 可向羽 是大大咧咧的表示 他拿出这种 防守的姿态来 就是在等死 范增 也是无了大语了 还没等说话 齐国 又又又又 又反了的消息 传了出来 出事了 钟丽妹在齐国受阻 齐国反叛了 一听齐国又反了 项羽只感觉 自己的权威 受到了冒犯 而他面对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举措 打 打到齐国 再也不敢反抗 杀 杀到齐国 再也没人反抗 等我收服了齐帝 再去跟刘邦这鼠辈叙旧 齐国无力可图了 可项羽仍旧是不听 面对着不断反叛的齐国 项羽再一次挥动冰封 而沛县集团 在确立以韩信为 军事领导权后 下一步会展开 怎样的战略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剧院 觉得好看的 可以长按点赞 来一波强烈推荐 东乐在这里 拜谢了 感谢了